西汉初年 面对北方匈奴的不断侵扰挑衅 意识到双方军力差异的汉王朝 一方面采取和亲的策略来应对 一方面又大力发展羊马 出台一系列措施和法律 将羊马上升为国家战略 以组建自己的骑兵队伍 那么以农耕为主的西汉帝国 靠什么组建自己的骑兵军团 与匈奴抗衡呢 到汉景帝时期 大汉骑兵究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从汉阳陵出土的骑兵游上 我们又能找到什么线索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盈 为您解读系列节目 汉景帝的地下王朝 第三集 大汉铁骑 这是一座历史二十八年建造完成的帝王陵墓 它是西汉第四位皇帝汉景帝留起的地下王朝 两千多年后 令人惊叹的地下陶俑军团 庞大的陶宿动物群等陪葬品重现世间 他们究竟带有哪些历史信息 陵墓中的一切是否就是汉景帝地上生活的真实写照 汉景帝同志时期是西汉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作为当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缩影 这个神秘的地下王朝能否为我们了解西汉初期的政治制度 公平理俗以及法律规范 打开另一扇窗口呢 杨林考古队队长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元 以考古发现为您再现一段鲜活的西汉历史 系列节目汉景帝的地下王朝 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汉景帝统治时期虽然经济发展了 社会附属了 但是和亲呢 仍然是对匈奴的主要政策 西汉王朝尽管隐忍退让 但是匈奴呢却是得寸进尺 利用自己行动迅速的骑兵部队 不停的亲扰 抢掠西汉的边境地区 所以无论是汉高祖刘邦 吕后还是汉门帝汉景帝 他们心里边都明白 一定要用和亲赢得的宝贵时间 建立起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匈奴的问题 在汉景帝杨邦的南区外仓坑里边 我们就发现了很多的骑兵勇 这些骑兵勇呢代表了文景时期的骑兵形象 虽然是按三分之一比例缩小的 但是看上去仍然栩栩如生 很有气势 我们前边讲了 汉阳林发现的那些陶勇啊 都是着衣陶勇啊 也就是当时装着木质的胳膊 穿着真正的衣服啊 我们发现的这些陶勇啊 双腿弯曲分开 有点像练功时蹲马步的这个样子 他们的形象怎么这么奇怪呢 这是因为啊 当时他们胯下骑的是木马 这些木头雕刻的马呢 经过两千多年以后啊 都已经腐朽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他们的形象呢 有点怪 从南区外藏坑的考古发掘来看 当时的军队仍然是步兵居多 这个时候呢 骑兵虽然取代春秋时候的主力兵主 车兵 发展成了一支很有规模的武装力量 但是他还没有成为当时的主力兵主 另外 其他汉母的考古发掘表明啊 当时骑兵配置的这个马具啊 非常的简陋 1965年 在陕西省咸阳市的杨家湾 发现了两座汉物 专家们研究推测 牧主人很可能是西汉前期的周伯 周雅夫夫子 周伯呢 是跟随刘邦征战的军事将 后来还以太尉的身份 粉碎了吕氏家族的叛乱 福利了汉文帝 周雅夫呢 更是在汉营历三年 被任命为太尉 秦率大军 拼袭了七国之乱 这父子俩都做过西汉王朝的太尉 也就是汉朝军队的总司令 因此呢 杨家湾汉墨的外藏坑里就陪葬了2500多件兵马俑 这些兵马俑只有真人真马的四分之一大小 虽然这些陶俑呢体型较小 他们的塑造刻画可是唯妙唯肖细致如微言 这些兵马俑里边啊 就有580多件骑兵俑了 这些骑兵俑一个个熊啾啾气昂昂 看着呢 君容威武气势不凡 可是我们再仔细观察他们的马具 竟然发现没有马鞍 也没有马凳 这些骑兵的屁股底下啊 就铺了块垫子 这马怎么骑啊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在一些影视作品中经常能看到西汉时期的战争场面 战场上的骑兵脚踏马凳骑在马上拼杀 身手非常矫健 但事实上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根本就没有马凳 因为马凳在那时还没有出现 而像后世那样的高桥马鞍也同样还没有出现 当时只不过是一块简单的垫子而已 想象一下 没有马凳 没有马鞍 骑马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何况作战或者长途分析呢 杨岭和杨家湾汉木中出土的骑兵都没有马凳 没有马凳的汉军骑兵战斗力同后世相比是严重受限的 那么简陋的马具是否同样影响匈奴骑兵的战斗力呢 那个时候确实没有像我们现在用的高桥马鞍和马凳 那个高桥马鞍呢 就是前后两边翘起的这种马鞍 这个马鞍呢 是西汉末年或者东汉的时候才出现的 马凳呢 则更晚到了魏晋的时候才发明出来 高桥马鞍可以让人前后有个依靠 马凳可以稳定左右 没有这两样东西啊 人在马上是坐不稳的 很容易掉下来 因此当时的骑兵只能使用弓箭这种远头式武器 远远的射杀敌人 他们呢根本不敢近距离与敌人厮杀 因为如果你骑着马到了步兵跟前 步兵根本不用跟你打 只需要挥舞着兵器惊吓你的战马 那个马呢就会本能的跳跃躲避 你就有可能被摔下来 摔下来之后可就束手就擒了 这就限制了骑兵的作战方式了 大大影响了骑兵的战斗力 所以当时骑兵没有上升为主力兵 可是说到这儿 大家可能就会问了 那凶武骑兵的马鞠和西汉骑兵的是不是一样呢 如果一样为什么他们的战斗力就没有受到限制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当时人的说法 汉文帝的时候朝措尚书 谈到汉朝骑兵与匈奴骑兵的差距的时候 他说上下山板出入西间 中国之马浮于也 显道清泽且持且舍 中国之计浮于也 意思就是说在复杂的地形中 汉朝的马不如匈奴的马身影性强 在危险的环境下一边跑马一边射箭 汉朝的骑兵也不如匈奴的骑兵本领高强 同样缺少马灯 为什么人家匈奴人就比汉人的骑射技艺高超呢 史记匈奴列传就记载匈奴人的习俗 他说匈奴人 而能骑养引弓射鸟鼠 少长则射狐兔 用为石 势力能弯弓 尽为甲技 意思就是说 匈奴人年幼的时候就学着骑养射杀小动物 随着年龄增长 他没有练习骑马 射杀狐狸和兔子等等 这些大一点的动物 等到成人之后自然就训练出了高超的骑射技艺 这样一来 匈奴全国都是能争善战 素养很高的骑兵 所以说 要想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 一是要有优良的战马 二呢 要有善于骑射的士兵 那么这两个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汉初的时候 因为刚刚经历战乱 是马匹齐缺 实际就记载说 自天子不能聚君寺 而将相或称牛车 意思就是说 汉高祖刘邦作为当时的皇上 他想找四匹同样颜色的马来驾车都找不到 那些大臣呢 有的就只能坐牛车了 马就这样齐缺 你没有马还谈什么发展骑兵啊 在发展骑兵这个问题上 同匈奴相比 汉王朝初期在各方面都处于劣势 这也促使西汉的统治者 不仅鼓励民间羊马 同时还动用国家力量 建设有先进技术的国家羊马厂 此外 针对羊马 他们还出台了一系列制度 以及专门的法律 这就是汉代非常重要 对后世业颇有影响的马正建设 那么汉代的马正包括哪些内容 收效又如何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盈 继续为您解读 所谓马正就是政府对官用马匹的牧羊 训练使用和采购等等这些方面的管理制度 而且当时专相萧和制定的九章律里边 还专门的有一章 咎语 法律规定 盗马者死 就是说只要盗窃马的人 就被判处死刑 如果知情不报 也要受到惩罚 可见 当时汉代对马匹的管理 有着相当严厉的法律规定 吕后执政以后呢 曾经明令禁止母马从关中外流 在湖北江陵张家山的一座汉墓里边 就发现了记载吕后时期法律文件的主角 其中呢 就有不得把马匹私自运到关外的法律规定 即使是政府官员因公需要骑马 或者乘坐马车出入关的 也得严格登记 可见 当时被马匹管理之言 除了严控马匹流失之外呢 政府还积极鼓励民间养马 汉文帝的时候呢 大臣朝塑就提出 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 富足三人 他意思就是说 如果老百姓家里养一匹马 就可以免除三个人的兵役啊 很明显 与出门在外当兵服役相比啊 在家里边养马显然更具有吸引力 因此呢 这个政策就极大的提高了民间的养马积极性 在鼓励民间养马的同时 政府也直接养马 汉书就记载 汉景帝的时候 在秦朝北方边境 原有养马场的基础上 大规模的建立了国家养马场 到了汉景帝后期 仅国家养马场的马呢 就达到三十多万匹 而且都是一些耐力超强 适应北方环境的两马 巨马 汉朝政府的这一系列刺激养马的法律和政策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汉书就记载 说汉书经过六七十年的修养生息 到了汉武帝继位的时候 重蜀街巷有马 千末之间成群 就说乡间街巷到处都是马 田野上更是马匹成群 数量众多的马匹 为西汉骑兵的壮大 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在汉王朝通过实施马政 来解决战马问题之后 擅长骑马征战的士兵 又从何而来呢 汉阳陵外藏坑 惊陷面貌奇特的骑兵俑 高高的颧骨 明显与中原汉人不同 这种面容奇特的骑兵俑 为什么会和汉骑兵俑一起 出现在阳陵的地下军阵当中呢 他们的出现 对于我们了解汉王朝 如何组建骑兵军团 能提供什么线索呢 在汉阳陵的南区外藏坑 出土的这些骑马俑里边 我们发现了一些眼睛细长 颧骨高速 像扣了两个馒头一样的骑马俑 这些面部特征非常夸张的骑马俑 和有着显著汉民族特征的骑马俑 差异非常的大 很明显 那么他们是谁呢 他们又来自哪里呢 有的学者就研究认为 说是这些面部怪异的陶勇 是西汉的骑兵部队中的女骑兵 他们的根据 就说这些骑兵的面部 非常像老太太 我觉得这个事有点悬 因为让一个年老体衰的老太太 去当兵打仗 而且还是骑兵 实在是不尽情理 另外呢 还有一部分学者研究认为 说是这些陶勇 应当是西汉骑兵部队里边 匈奴骑兵的形象 这就奇怪了 西汉的军队里边 怎么会有匈奴人呢 虽然经过多年的努力 汉王朝再也不缺马了 但是一支精良的骑兵部队 不是光有马就行 马背上的人 才是决定因素 《实际》里边就有这样一段记载 说是西汉骑兵数十人 在北方边境地区 遇见了三个出来射雕的匈奴骑兵 这几十个汉军骑兵啊 就感觉到 这下可是减兆便宜了 这几十个人对付三个人 那还不是手到擒来呀 没想到啊 人家这个匈奴骑兵啊 非常厉害 他们很从容 张弓搭剑 而且是剑无须发 汉军骑兵伤亡惨重 不一会儿就只剩下几个人了 大家看啊 这就是差距啊 我们注意 在这场遭遇战里边 既没有任何战术安排 也没有任何计谋 和什么天气啊 地形啊 什么这些都不站边 纯粹就是战斗素养的较量 同样是骑兵 对方三个人 轻松就干掉了这边几十个人 你没有习武之风的熏陶 没有飘悍 勇烈的氛围 没有中日骑马射猎的生活基础 又怎么能让人去期待 产生一支精良的骑兵部队 汉王朝政府就意识到了 农耕民族与从小擅长骑射的 油母民族之间的巨大差异 所以在骑兵来源上就动了心思 史书记载 说西汉的骑兵主要从西北的天水 隆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 也就是咱们今天的甘肃和陕西北部的郡县 选拔骑兵 这些地方的老百姓和油母民族比邻 休息战备高尚气力以涉猎为先 就说他们的风俗习惯 个人技能身体素质 都非常适合冲当骑兵 汉代名将李广 李锡 公孙赫等人都出自这些地区 我们上面讲到 几十名汉军骑兵被三个匈奴人 不一会儿就射杀殆尽 就说就杀的没几个人了 这个时候呢 非将军李广赶到了 这个形势呢 立刻就急转直下 当时那三位匈奴的射雕英雄啊 跑都来不及了 为他三下五出二就射死了脸 剩下的一个呢 也被活捉了回来 这是从汉族百姓中选拔骑兵 另外呢 汉朝政府还直接从油母民族中 吸收兵员 充当骑兵 汉文帝的时候 朝措就曾经建议 因为投降汉朝的西戎 同样是油母民族 他们的习俗和匈奴非常相近 因此呢 朝措就建议 把他们和汉朝骑兵混编起来 这样子呢 就会形成一支精良的队伍 汉景帝的时候 有很多匈奴人来投降汉朝 我们推测 西汉王朝既然能够把西戎人 吸收进自己的骑兵队伍 那么肯定也会吸收这些投降的匈奴人 充当骑兵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 就设置了一个弘机校尉 专门管理由匈奴人组成的骑兵队伍 这种成建制的匈奴骑兵队伍的出现 绝非偶然 应当是前边就打下了基础 因此呢 我们认为 在汉阳陵外藏坑里边 发现的那些全无高速 面貌奇特的骑兵 表现的正是汉王朝军队中 匈奴骑兵的形象 用原本敌对的匈奴人 来充实自己的军队 提高战斗力 显示出了汉王朝博大的胸襟和开放的气度 正因为骑兵实力的壮大 为汉武帝反击匈奴 做好了军事上的准备 从汉初到汉景帝统治时期 能为重塑大汉帝国的尊严呢 陕西省陶谷研究院研究员马永盈 继续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 汉景帝的地下王朝 第三次 大汉铁记 看下来 看下来它不是一个单纯地理名义 它实际上是一个整个汉代社会全面的写道 它完整地把西汉中央集权的这个体制 变成一条一条的外藏坑 通过这个反映当时西汉整体的政治结构 文景时期的这个制度 应该是创造文景之治 或者创造汉代盛世的一个基础 汉景帝应当说对文景之治的贡献 依然是非常突出的一个地方 今天我们在回望这个文景之治 虽然有很多可接见的地方 汉阳灵是一个标本 是研究的制度的一个标本 社会结构 公庭生活 社会发展的水平都展现出来 考古发现和历史原先 既在结合起来 重新认识汉代社会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终于在国力和军力上 都达到了抗击匈奴的条件 在汉武帝的手里 一支强大的汉族骑兵部队 最终成型了 这支部队呢 不仅有数十万匹品种优良的战马 而且还有精于骑射的士兵和战将 另外呀 这支军队还普遍配备了锋利的铁制武器 铁制武器可是西汉军队 制胜的利器 在武器装备上 西汉占有绝对优势 当时匈奴军队使用的绝大部分为青铜兵器 而汉军则配备了更加坚韧锋利的铁制兵器 战国时期 中国的野铁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 到了汉代 随着野铁锻造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铁制兵器更加成熟和普遍 这一点汉阳陵考古提供了实务证据 考古工作者发现那些兵勇的身边除了铜组 鲁机之外 绝大部分为铁制兵器 有铁戟 铁锚 铁剑 铁足等等 现在一切都准备好了 战马 梁将 利器 再加上汉武帝的壮志与雄心 西汉王朝的这支骑兵军团 能否与马背上长大的匈奴起兵一举高下呢 汉武帝从元光二年开始发动反击匈奴的战争 这场反击战呢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漠南之战 汉军将领魏清 公孙赫 李广等率领四万汉军齐兵 将匈奴从河套以南地区赶了出去 后来呢 魏清又两次率领汉军齐兵十多万人深入大漠 突袭匈奴抓获了匈奴的又贤王的高级贵族 斩杀俘获匈奴骑兵部中数万人 第二个战略阶段呢是河西之战 霍军领率领汉军骑兵数万人 深入隆西匈奴地界两千多里啊 一直打到了齐连山 大败匈奴骑兵 俘获匈奴三万多人 这次战役啊 肃清了位于甘肃青海的河西走廊一带的匈奴势 第三个阶段是漠北之战 魏清获匈奴率领汉军骑兵主力24万人马 横渡大漠追击北朝的匈奴军队 匈奴禅于在大漠以北 组织精锐部队一带牢 打算与汉军决战 魏清这个时候就抓住战机 立即调整战略 命令主力骑兵呢 迂回到匈奴军营的两翼 打算围歼禅于 匈奴禅于一看大势不好 急忙带领几百精锐骑兵士向西北突围而去 当时啊 这个禅于呢 狼狈的都找不着自己的马 找不着自己的车了 慌乱中 坐着六匹骡子拉的车就跑了 霍去病呢 则率军深入墨尾 与匈奴的左贤王的部队遭遇 经过激战 左贤王大败而逃 汉军斩杀俘获匈奴七万余人 霍军营的部队呢 还一直追到了贝加尔湖一带 经过这次决战 匈奴从此一蹶不振 再也不敢到大漠以南来了 经过这三个战略阶段 汉朝是控制了北方和西北大片的领土 而且解除了长久以来匈奴的军事威胁 也结束了汉朝对外屈辱的政策 汉武帝之所以能够成功 与汉朝骑兵的发展壮大密不可分 其实从汉代骑兵军团的发展壮大来看 西汉统治者以战略的眼光发展经济和军事力量的轨迹 审时夺势 不屑一击之分 不逞一时之能 尽可能保持国内稳定的社会环境 争取时间壮大势力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节目 我们今天就到这 明天再见 汉阳林外藏坑 金线规模空前的桃宿动物群 这些动物不仅色彩多样 而且雌雄搭配 这样的安排有何寓意 又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丧葬礼仪 明天的节目里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盈 为您解读汉景帝的地下王朝 第四集 地下的财富